有時候你去告人你要看說這個案子成不成立 目前在福建進華那一邊連市場都沒有 沒有造成實質的損失 就算機密被偷了那又怎麼樣 所以官司沒事的機率很高 或者是說罰款 罰款分幾年罰 只要沒有把連電給搞垮 那不管啦富貴險中求 我都是用既有的獲利去熬 好比說我現在是不想出掉 最近因為去那個銀行搬了資金加碼60張中租 我高興的話我就把它出掉 好那我還不想出嘛因為我本來就是想要皮很癢 好想要說我在124125塊左右強力加碼 最好他能套勞我 因為我就看他在十倍本益比附近嘛你怎麼套 已經經過了這麼多次的 中美貿易戰爭的消息面的下殺 他也什麼事情都沒有他反而股價越來越高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選擇在125左右強力加碼 想讓他套勞結果他還不套我 那這是事後論啦 也就是說如果我願意的話 我大可以就在此時此刻 60張的加碼單 每一張賺他 5塊錢 扣掉成本 因為我們成本 扣掉交易成本 我的交易成本 很低 比一般人還低 因為我們的責讓大 那不管怎麼算 扣掉交易成本 就算每張賺他 5塊錢 60張也賺30萬 假設我說的是這個樣子 我別檔股票的獲利 我就是一直把它丟到連電去 那一丟進去他反正不會跌到零 所以一丟進去就等同於直接就利於不敗 就等著 等著連電的這個折就結束 然後等著領利息 我是這個概念 所以說別檔股票的獲利 我就直接丟進去 那我以中租為例 最近各位看到的 如果我願意的話 我就60張中租一出掉 那 賺了30萬 那30萬就直接 再買20幾張連電嘛 那看累積到5年後你能 累積多少 所以這是連電的做法 只怕他飆上去啦 最好他跌到10塊以下 讓大家 比較好累積 來 再來 GIS 這個跟連電的做法一樣 這個很好抓嘛 只是說GIS這種電子股 他的營收不好抓 他的營收呢 如果說突然接到三星 接到蘋果的單 突然暴衝 那這個就衝上去 那以目前來說 啊 報紙說他 大擴產 哇 那這個就有趣啦 你大擴產的話 通常電子業大擴產 比較怕的是接到三星的單 最近就是接三星的單 這個 這個就是讓人家毛毛的 以前三星的經驗 他說抽單就抽單 然後你的投資就打水漂 啊 可是這個現在看起來又很迷人 啊 那我們以總體策略來說 他的EPS目前也不輸中租 然後也 跟貿連相當 而股價只有貿連的一半左右 然後技術面又長這個樣子 好 那你拼不拼呢 你在這邊 啊 我的概念是這樣啦 拿既有的獲利來拼 我拿寶瑞的獲利 不小心就買了這台LALA 那如果我沒有買這台LALA 我會拿去幹嘛 我就四百萬 把他砸在這個點上 就比價貿連 或者先比價中租 比價中租也有大概 接近二十 十幾塊的價差 那 萬一像這樣勒 萬一那個 擴產的效應是真的 接到很大的單 有新的應用 那通常股價會超漲 那這個時候你要 到此什麼樣的心態呢 我都是這樣 我很敢放著 最近 很多族友 耐我說為什麼沒有在 一百九十幾塊錢 接近兩百塊的時候 叫大家 這個寶瑞先出一趟 各位不要事後論啊 你看 寶瑞長這樣 那兩根 刷刷瞬間 在一個禮拜之內 從一百九十幾塊 掉到一百五 我也沒辦法 啊 我的習慣 利於不敗的股票 這一張就少賺了四萬嘛 對不對 一百九十幾到一百五十幾 當 當時沒有出還在一百八 一百七 一百六 我還在加碼 當然我只是少量加碼 沒有影響到總體成本 那事事難料 如果我知道他會下來 我當然 就糟糕了 我全出都有可能啊 那這個東西 很難說 如果今天他是飆上去 那你的心情又不一樣 所以 這個都是拿既有的獲利來拗的話 那就 就不會去 患得患失說 為什麼一百九十幾塊沒有出啊 那 到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六賣神劍還往上 這是保銳 這是保銳 那我回來說GIS 這個 GIS的 做法一樣 我當初如果沒有買這個LALA 我一樣四百萬就會在這個點砸下去 那一砸下去就我的啦 概念是這樣 砸下去就你的了 他也不會跌到零嘛 那我就看看說 這個 整理平台整理這麼久 往下頂多跌破 跌破最低一點八十幾塊嘛 那有三十塊的空間 那所以我算給各位聽 如果今天四百萬進去 可以買大概 四十張左右嘛 對不對 大概 不到四十張啦 我們用四十張來算 粗略算四十張 你補點錢就有四十張 那四十張 每張如果 破底 就賠三萬嘛 那四十張一百二十萬 那也沒有把 四十張賠一百二十萬 也沒有把這個 把四百萬的獲利吐光啊 也吐不回去啊 是不是這樣 你用你既有的獲利去凹 那 也吐不回去 所以說 今天我是拿別的獲利 當然 拉拉已經買下去了 也沒辦法 也不能還給人家嘛 那我就用別的獲利來凹 所以就調集了資金 在這邊 到今天為止 已經 放進了一台賓士 GLC的資金了 再過兩天就變GLE 反正 至少要放一台拉拉的資金在這邊 那如果他 像這樣 不要說三倍 一倍就好 漲到跟貌連一樣的價格就好 那或者 這種腰股很 很會標的 是鴻海集團裡面的 第一標股 我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他股本小 然後現在的氛圍 台積電休息 就輪到鴻海 你看今天鴻海就帶頭衝了 那如果 下一波果真 如我所預測 真的被我賭到 是鴻海集團帶頭標 那這一檔一定是主角 你看當初 你看當初那個 TPK 陳宏 他從 他不是充到一千多嗎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陳宏最紅的時候 那 陳宏 後來 摔下來 是因為有夜城在競爭 GIS 如果說觸控 這個觸控 的題材 再來一次 風水輪流轉又快來了 這一波 再重現一次 哇那不得了 所以我的意見是這樣 你拿 你至少拿一百萬 一百萬 下來也就30 上去搞不好是100 是這個概念 甚至是200 像 像這個 這個的獲利呢 如果比較穩貌 也合理吧 穩貌那個 EPS那麼爛 那結果 結果股價那麼高 反正電子股裡面 股本小的 就多的是腰股 所以 概念上是這樣 我 就是交代這個概念 從過去 中租強烈加碼 然後大疆 從 糕點 小買 一直到 280幾元 大買 當然上去 很快就利於不敗了 我每次都跟各位說 利於不敗 利於不敗 你利於不敗 自己要去控制 控制到你 高興 你睡得著 你舒服的 樣貌 好 就是這個股價 衝上去的時候 你做到 成本完全拿回來 反正你自己會控制啦 就不用多說 現在有一個方向 就是說 聯電因為 價位很低 他聯電這個價位這麼低呢 然後 又 如果你真的完全把美國的官司 的因素拿掉 我告訴各位 就不會有這一段 這一段就不會存在 這一段完全是美國官司 嚇出來的 大家想說 要導致